Hello 大家好 我是房车小慧 一辆房车一个故事 诗和远方并不遥远 如果我们将我们的办公室和诗和远方在一起的话 会不会有一个场景式的画面 现在我坐在的是我们大通V90原厂房车的一个会客区域 我们平常这个位置的话是一个五座的标准 也有个四人的会客区域 我们可以用来办公 也可以用来就餐 然后我们工作内的时候是可以将我们的房车移到户外的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前面的话就是一个五人的一个会客区域 我们桌板的话是可以电动升降的 可以降下去 跟我们这个座椅是可以平成一个床 上下铺的一个标准 现在我们上铺的话 这里的话是已经打起来了 然后下铺的话是可以坐在这里 然后不会碰头 平常周末我们可以出去玩陪陪父母 陪陪小孩 而且我们办公内的时候中午可以休息 这里是一个厨房区域 配有洗手盆 还有电磁炉 是150升的清水箱 70升的汇水箱 电磁炉的话 这里的话我们平常中午的话下班的情况下面 离家的话很远的话不能回家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里做中餐 然后上置的话是一个储物空间 平常如果我们周末的话不想回家 只是一两天的休息 我们如果开着这辆B型房车可以在户外的话 可以住上一晚上 然后配有卫生间都可以淋浴的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固定式的一个赛特福德的马桶 然后这边还有淋浴分容 整个空间的话是可以容纳一个成年人 然后上置的话是有一个排风扇 双向排风扇的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穿衣镜 整个车长的话是5.94 高度的话是2820 宽度的话是2620 像这款B型房车我们基本上是符合一个标准车位 所以说我们在户外的话找到合适的停车位置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看看它的轮胎方面 因为像我们这款V90的底盘是属于一个客车底盘 所以我们的轮胎标准都是寒胎和米其林的标准 就乘用车的一个舒适性 前脸的话是我们原厂MAX房车的一个专属的一个中网标识 然后配有LED的双大灯 在我们进入隧道的时候都可以自动亮起来的 还有一个电动雨花器 包括有前置的雷达系统 每辆车配有15米的一个电源充电线 如果说我们在户外的话遇到电量不足 或者我们要接试天口的时候 任何一个有新能源电桩的地方我们都可以进行充电 然后我们再到车身的尾部看一下 上下铺的一个标准 然后下置的话是有一个储物空间 配有乳胶垫 我们睡眠的话增加我们睡眠的一个舒适性 我们把乳胶垫拿起来 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放一些自行车 折叠自行车都可以 像这款B型房车它的储物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包括上铺的话 我们所有的床板不是一块板机拼成的 而是具备有床 我不能看到一次 我们所带想要的 重点子 我们回来了 我们下水 再次看 之后 我们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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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